中文字幕志愿者 十八個打數 王伯榮成為了中華之棒史上 最快達到六百安的球員 我們要恭喜大王 而且這次安打很有價值 雙方又平手了 上來不囉嗦 鎖定第二也就出手 恭喜王伯榮 過去場次最快的 就是胡金龍的四百零八場 但王伯榮是四零五 所以不管怎麼看 他都是最快的 上來兩顆球 比數都追平 大王伯榮很激動 今天前面悶了這麼久 大王終於在延長賽笑出來了 面對到的是村長林靜凱 雙方帶到了左半邊 落地行程安檔 林靜凱現在要往二壘來推進嗎 哇 哇 現在好像有受傷的風險喔 這是林靜凱的腳喔 是不是有蹬到壘包 哇 現在對師隊來說得不償失啊 真的 好像有受傷的風險喔 哇 現在房伯榮要趕快上去看一下狀況怎麼樣 希望只是瞬間動到的感覺而已喔 嗯 不過林靜凱現在 還是滿疼痛的喔 哇 連林月平總監都要走上來了 以這樣的情況總監應該會直接換人喔 這應該是沒辦法 看起來是沒辦法 哇 在華壘的那一瞬間 感覺很大力撞擊下去 變速球打得不錯是出現了安打啊 打得非常好喔 他覺得這個球可能在左外野跟中外野的中間 所以他有機會跑喔 那岳振華當然穿的是夠準 對 哇 這一下 他的左腳 感覺上他好像太慢滑了 還是他在滑翔的那個過程還滿久 哇 現在需要出動到擔架 那看起來是滿不妙的 哇 對師隊來講 這是很傷的 林靜凱一直摸著他的 左邊膝蓋附近 在五局上班 林靜凱現在還是非常的疼痛 必須 台上單架才有辦法出場 並沒有辦法自己走退場 對 那另外師隊在今天的名單之內 也包含了像許哲燕也可以鎮守遊擊 所以就看看待會要怎麼換人喔 不過看到防護員東東 現在很小心的 要把林靜凱的身體先固定住 因為待會是人力這樣把單架拉起來 不希望換部有太多的晃動 是 哇 這對師隊來說會不會是上半季很大的變數 因為林靜凱算是說 今年打擊算突出一點點 不過他竟然最好的是在手背上 打到現在只有一次的手背失誤 其實在游擊方面 算是很穩定的 是非常穩定 那這時候 對師隊來說 會比較可惜一點了 林靜凱在這場比賽 現在敲出彎打在二壘 遭到觸殺之後 因為他的腿不舒服 那沒有辦法自行離場 現在必須被單架給台下場了